你很聪明 知道借用 九弟更改河道的名义 将你弟弟调出来 但现如今又如何呢 你有一百种方式将你弟弟调出来 本王 就有一千种方式 将他送回军营 现如今他只是受了一些小伤 如果你再这么试下去 本王就不保证 他会出什么意外了 牟泽 你到底想干什么 陆安然 你以为你的那些算计 本王不知道吗 本王说过 最讨厌被别人安排 本王要将一切回到原点 而这原点在哪里 你很清楚 难道殿下觉得 皇上会允许你再娶一个名声扫地的陆家女吗 本王倒是觉得这件事情 父皇不必知道 陆小姐 你不会以为 再进庆王府 还是正非吧 回到原点 你只配做妾 好 好了 天黑之前 给我一个答复 都据谁 满手 我对你的说法 看你怎么还得了 是 你怎么还没赔荏 你得了 快点 他做痴火 那你要说什么 牟林的私药房 被陆云捣毁了 这可是日进抖金的生意啊 牟林这个人 你很了解 牙子比报 如果他不在军营的话 真是性命难保了 可是 我的好二科呀 你该不会以为 得了萧映 就能动得了我吧 我告诉你 要么 你就把陆云 藏在军营里一辈子 只要他踏出军营一步 我就有办法 让他死无全尸 事到如今 还请二哥 念在安然这一路 为你劳心劳力的份上 都保护他弟弟吧 别让他再受伤 劳心劳力 你告诉他 他曾经怎么对我的 我就怎么对他弟弟 分毫不成 小姐 咱们等了一个晚上 换来的禁食亲王的羞辱 他故意将少爷留在军营 明则保护 实则威胁 他就是为了逼小姐妥协的 咱们必须赶快想个办法 将少爷救出来 小姐 吃饭了 吃饱了才有力气想事情 都怪那个陆欣然 整天做那么多坏事 害得咱们陆家 现在名声狼藉 连累夫人亡死 还害得少爷非得去那个什么军营立功 你说同为一个娘生的 怎么少爷和陆欣然差距这么大呢 其实我跟云二只是同父一母的姐弟而已 施灵男子想要进军营 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对吧 只能赌一把了 殿下 陆小姐求见 让她进来 请 这天还没有黑呢 陆小姐 就已经有答案了 我自早就有了答案 只是殿下下朝晚 此时才能碰上面罢了 那 陆小姐的答案是什么呢 我绝不会嫁给你做妾 死也不会 那你希望陆云这一辈子 都在军营里待着 这是她的选择我也无话可说 殿下忘了吗 陆云并非是我的亲弟弟 她的亲娘差点毒素我 而她的亲姐姐 也屡屡想要我的命 我并没有必要为了她 牺牲我一生的幸福 你不后悔 我本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不过是出于一个长姐的关心 希望她走一条安稳的路罢了 可如今我也想明白了 人各有命 她要真想当兵我也拦不住 那便随她去吧 见功立业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你当真这么想吗 这便是我给殿下的答复 就不讨扰殿下休息了 好啊 陆云然 你总是能给我意想不到的答案 小姐 夫人已经过世四十九天了 她在天之灵 肯定不想看见小姐 一直为她伤心难过 咱们该好好送走夫人 不要让她再为小姐担忧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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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说 我们俩得带我 好啊 咱们俩得带我 好啊 好啊 你还好吗 我今天有没有呢 爹 天气凉了 我来烧吧 您别在这儿吹风了 就让我再陪陪你娘吧 爹 你带着欣然和娘回苏城吧 这寒净不是个安全的地方 我不想你如履薄冰地过日子 那你呢 我一定会回去的 但不是现在 爹明白你的心思 你是为陆家好 看你也已经尽力了 我们根本斗不过那些人 不如趁这个机会 跟爹一起回去 咱们守住这个家 好好地过后半生 好不好 入了这汉京 不是想回去就回去的 如今云儿还在郡主 带我打消了云儿参军的念头 带着她一起回到苏城 这个家才算整整齐齐 爹 您带着娘先回去吧 你们平安了 我的心才能安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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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